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邦恩好 我是靖恩 烟埋和热浪来袭 人们减少户外活动 转而依靠风扇或冷气机来降低室内温度 进而带动家用的冷气机 电风扇 冷风机等的销量 电气产品的销售平均上涨30%至50% 本报记者走访新山地区的电气点发现 尽管冷气机热销中 但业者却面对技术人员缺乏的问题 消费者在订购后 需要等上大约一个星期 才能安排到冷气机的安装工作 受访业者也反映 目前有三个因素带动了冷气机的销量 即已旧换新 搬新加及天气炎热 而佛州家电商工会主席延清水就观察到 除了天气因素 目前消费者选购冷气 是因为要淘汰旧有的冷气机 而使用新的冷气机将有助于省电 不过他也分析到 今年的开斋节的家电生意不再持续火热 许多家庭因为孩子三月开学而花费不少 因此手头并不宽裕 另一方面 家电商业者李文发则透露 冷气机已经成为许多家庭必备的电器 因此大多数消费者只会定期维修冷气机 从而带动了冷气机的维修业务 不过他指出相较而言 价格较为经济的电风扇会成为人们的首选 许多人会购买多把电风扇来让室内更加的凉爽 因此电风扇的销量也增加了50% 接下来柔佛州大臣翁哈菲兹希望 新柔长堤新山关卡能够百分之百运作 尤其是在即将来临的开斋节假期 他今天清晨巡视该关卡大厦后说 所谓的百分之百运作包括开放所有的车道 确保出入境交通顺畅 他说目前该大厦的运作只有80%是不足够的 如果有技术上和人手方面的问题 都必须马上解决 当局预测趁着今年开斋节假期 经由新柔长堤往来新柔两地的民众 将会达到200万人次 对此温哈菲兹也邀请新任移民局总监鲁斯林 尽快视察上述大厦 以提升大厦的运作效率 温哈菲兹也对移民局官员的福利表示关注 根据他收到的报告 官员加班津贴的发放时间 有时会过久 因此他希望有关问题可以在一两天内解决 最后把焦点转向西加墨 一名24岁华裔男子 因为第三度在法学学士考试中失败 觉得愧对家人而自焚寻死 活势被扑灭后又坐在路中央再企图轻生 他全身有70%的皮肤被烧伤 目前情况不稳定 因此还不能转院 且必须处于昏睡的状态中 在西加墨核心医院救治 这起事件是于前晚发生 西加墨警区主任阿末詹比利 昨晚发文告知出 该名华裔男子在身上淋汽油 并在伊布拉辛路一家油站的第三个油泵处 使用打火机自焚 油站东主成功用灭火器扑灭了男子身上的火势 没想到男子却跑向芙蓉 通往新山的联邦道路第185公里处 坐在路中央企图寻死 警方指出 入境该处的罗里司机 见到男子坐在路中央 立即刹车 但尾随而来的另一辆汽车司机 却没能成功刹车 继而撞上罗里而发生了交通意外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9企图自杀条文 调查此案 一旦罪程可被判监禁一年或罚款或是两者兼施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请继续留意 新收日报 新中网